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正在台湾访问的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 本周四与法轮功人权律师进行对谈 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 陈光诚以亲身所闻 向媒体揭露了自己在狱中真实接触的反迫害势力 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 与中国维权律师陈光诚对谈 针对中共非法关押法轮功修炼者 陈光诚以自身经验 讲述中共迫害手法 不管是法轮功团体 甚至很多良心犯 也包括您个人的经验 这一些在黑监狱 甚至是在集中云当中所进行的迫害 就您的了解和观察是什么 陈光诚回顾狱中所闻 并且说 法轮功修炼者在狱中反迫害行为 非常鼓舞人心 有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一点 就是很多法轮功的修炼者 他们即使在监狱里 在看守所里 我们发现战胜恐惧的程度 是非常非常地高的 很多人就扒着这个铁栏杆 然后对外边跟这些警官说 你退党了吗 就这样 我觉得这种 怎么说呢 从内心的这种心气和士气上 就已经压过了对方 更使得他非常地恐惧 陈光诚直言 在中共体制下 越是好人越是受到迫害 呼吁中国公民觉醒 战胜心中恐惧 新唐人演的电视 台北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